我希望对方是一个 可以一起捧耿交流的人 捧耿式的交流 你能学一下给我们看吗 大概是一个什么各种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和神说 你过得好吗 然后他说还好 然后我就可以很好地 抒发我的情绪和我的想法 给我一种鼓励 我觉得这样交流特别证明 从你举的例子 我倒没听出来 他说你过去过得好吗 还好 这叫什么捧耿式 大家都这么说话 可能就是他表达那个意思 对方接一下 有问有所答的 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猜 你更有趣味 是 是这样 是不是就这种 是 6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 就很有趣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喜欢 调侃式的交流 就比如说如果你问我 我最近过得好吗 我可能会说一句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过得很好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而且是一个循环会越来越好 对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对方只用普通话来叫我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他们用自己的家庭话会有不同的思维 比如说像我家庭 比如说像我家庭 他们就会叫超 超 你说的家庭是北京是吧 对 叫你超 超 对 超 软超超 我们家庭就是温州话 就是说念超这个字就是贴 所以他们 对 我家人都叫我贴贴 贴贴 对 贴贴 软贴贴 对 软就是女切切 女切切 女 她像另外一个名字的样子 完全像另外一个人 对 有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家庭的话 应该一般都要叫你阿切这样 阿切 阿切 打喷嚏的阿切 19号你是哪里人 我是黑龙江人 就是我们只有尾音很重 杨凯超 对 杨凯超 这个挺爽朗的 超超 那个旁边那位 大家好 我叫陶云飞 来自山西太原 目前是一名编辑 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热爱摇滚乐的 架子鼓鼓手 梦想着希望能够组建一支 属于自己的乐队 那么我不仅仅是一名鼓手 而且我打游戏打得也非常好 如果你想做我的那个他 那么我也想成为你的最强辅助 好啊 男嘉宾我想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 不用普通话是想要表达自己 对于自己女朋友的这种亲密感呢 还是说 这就是一种亲密感 我觉得那个很可爱的方式 那你有没有对之前的女朋友 起过什么倪称之类的 你以前有女朋友吗 有的 有的 你叫她什么 夫人 夫人 跟你气质很腐 优优独裂 around the先生 优独裂 聊